悠悠 悠悠你要干什么 今天 我就要为三公子除去祸害 木槿 今日犯下死罪 敢愿以死为花木槿尝命 可是属下之希望 我要去找她 你先把夕颜带到我父皇那边照顾吧 太子放心 属下一定把公主安全送回国 爹 夕颜不走 夕颜要跟你一起去找娘 夕颜 你现在是个公主 就应该有公主的样子 不许胡闹 爹 你一定要带娘回来 答应夕颜好不好 是 是你 是你告诉潘正月非白不在营中 所以他们趁虚而入 将袁德军打败 光潜啊光潜 我就算再讨厌非白 他毕竟也是我的弟弟 袁德军 也是袁家军的一支 你怎么 你怎么可以如此狠心 为了一己私利 置自己人于死地 自己人 等袁非白当上世子 他可会拿大哥 当做自己人 还有那花锦绣 他的凤德军 一直在旁边虎视眈眈眈地看着你 你再这样优柔寡断下去 你还没见到潘正月 就先被自己人给灭了 你给我住口 二哥还真是个将才 先我们一步夺下了织州 探子回报 东英华给潘正月的五万体甲军 不日就会到达景观城 到时候莫说打败潘正月了 只怕我们 就连安营扎寨的地方都没有 景观城北边的汝城 虽然地势不如之州 但如果作为大本营 也是进可攻 退可守 未尝不是牵制景观城的绝佳地点 我们已经错失了之州 绝不能再错过汝城 三爷 三爷 你受伤了 来人 平安上 不碍事 三爷 您老是不碍事 都已经成这样了 怎么会不碍事啊 三爷 咱们这次 虽然阻止了潘正月封锁山路 可是袁德军 确实损伤惨惨重 大公子和锦夫人 会念念的好吗 您做出了这么多牺牲 真的值得吗 四辉 你不必为我不平 只要能保住袁家的大部分兵力 我就问心无愧了 传令下去 全军原地整顿 为了防止潘正月反扑 十四保住这条路 是